而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联合丰联节 预计在7月21号到23号为期三天来办理 而其中110个原住民美食特色摊位也将开放抽签 有兴趣的摊商业者从即日起报名到6月2号 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为止 可得要把握时间 为了推广请向花莲各地原住民特色美食 花莲业务每年举办的原住民联合丰联节活动 广邀设计花莲县年满20岁以上具原住民身份的所公益 美食能够产品伴手离业者共同来参与摄滩 以呈现国际花莲原住民多元文化的样貌 同时也展现在地部落多元的特色 活络远向经济 今年花莲县联合丰联节的抽签 是在我们的6月17号会办理抽签 那报名的时间已经从我们从即日起到我们的6月2号 是截止日 我们会在6月17号抽出正取的那个摊商名单之后 然后在7月8号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教育训练 联合丰联节抽签的报名的资格是 它涉及在花莲 然后是我们原住民 原住民身份 然后一户就是只有一个人来代表来做报名 然后要申请的时候要提供三个月内的户口名簿 或户籍团本来给我们做查验 当然也有相关的一些报名的表格 里面要填写到你的那个展售的类别 以及照片还有简介部分说明 那我们的报名的类别 当然又包含我们的农特产类 伴手礼类 手工艺类 还有我们的美食类 美食类又包含我们的饮料冰品类 还有我们就是我们的油炸类 烧烤类 烤入猪类等 原住民身份出登口的课章表示 原住民联合不连结 预期在7月21号 21号23号三天办理 开放冲建明月为110个展售堂位 报名时间即日起到6月2号下午5点为止 欢迎各乡镇原住民美食特色参商朋友们 有意报名 相关照片简单以及报名请上 欢迎幸福原住民身份出网站下载 记得9万万花生不到